之前那個三級警戒的時候 大家不是都要買什麼航運股嗎 我就買了 你也當海海王喔 對啊 前幾天賺很多錢 那一天就賺個一萬兩萬 你該不會當季課吧 對啊 你還當初 然後後來當初我就 當初就賠錢 我還拿錢補進去 然後後來壓力就超大 可是因為到後來我就不敢再亂買了 可是有幾張我到現在都還賣不掉 我萬海打開現在賠了三十幾萬 我要純鼓勵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就是他在這邊你看 連續三十一年配發鼓勵 而且這幾年來 大概都有兩塊錢以上 那感覺上很不錯對不對 好 那我再來看他的營收 看他這邊你還不買對不對 還不買 還不行 好煩喔 對 我們要繼續 你看到這裡還不買 連機器人選什麼金都不知道就買了 對啊 那時候我還不懂什麼是賠錢 我想說哥哥說會賺 應該OK 我二十萬給他 就最後回來的時候只剩五萬 而且最後是我知道的時候是 那五萬還是他稍微自掏腰包給了我 喔 其實全虧了 全虧了 然後想說 怎麼可能有這麼可怕的東西 二十萬進去 然後只剩五萬回來 我不相信 然後之後好不容易 康康康康康康康存了 又再存了五萬還是十萬 我想說那我自己玩 自己再玩一次 對 我就想說 還是全震了 對啊 安恩 我覺得你真的超適合這一檔的耶 ETF 我直接給他一組密碼了 你的SMP500 ETF三年績效是80% 然後有一檔科技型的ETF 這三年的績效是180% 換句話說三年來多賺一倍 你覺得滿不滿意 滿意 對 很滿意